这是一辆1934年的雪佛兰面包车 你能想象把他的前脸改装成劳斯莱斯 并把车尾改装成兰博基尼会怎样 这是一个非常夸张的改装车厂 他们通过夸张专业的改装 为自己带来非常多的高端客户 这里是墨西哥车厂的第一集 早上车厂迎来了一位特殊的顾客 他是一名墨西哥的足球运动员 车厂里每名员工都要和他拍照 不知道国足会不会有这种待遇 小哥说出了自己对车辆改装的要求 那就是前脸得像劳斯莱斯 车尾部分要和兰博基尼一样 而原车就是眼前的这辆雪佛兰面包车 听了这个要求 老板马丁下得差点抽风 不过对于他们来说 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挑战 除了外观的要求 小哥还希望内部改成一个非常豪华的包厢 里面要有冰箱 电视 高端座椅 还能让一家人坐在里面去旅游 有了要求之后 车厂开始了计划过程 他们首先要将车辆拉长一米 将前脸部分全部拆除 换成一个劳斯莱斯前脸的外观 然后将内饰的座椅全部拆除 换成高端内饰 以及安装屏幕之类的配件 工厂里马丁找到了设计师托尼 和他说了车辆的设计要求 改装车辆的第一步 拆车先把前脸部分全部拆除 然后是车内的座椅部分 每一个内饰都拆解掉 然后他们判断了一些切割的区域 直接拿起一个电锯 开始了切割过程 完成之后 工人将车辆后半部分往后推 就这样完成了拆除工作 转眼之间 车辆的加装部分 已经在焊接的过程中 马丁根据车辆的前脸 做了一套劳斯莱斯前脸的模具 然后把它安在车头上 经过对比 发现长度稍微多了20厘米 把一辆面包车 改装成劳斯莱斯车头 兰博基尼车尾需要几步 工厂里托尼画出了 三款面包车 改装兰博基尼车尾的手稿 他需要让老板马丁 确定最后选择哪款 而在这个期间 马丁车厂又来了一位顾客 他希望把眼前这辆1959年的古董车复原 并且一个月之后就要用 这也是一个非常耗费时间的活 不过对方给的钱多 马丁也就没有拒绝 马丁拿着三款车尾的设计 给客户打了一个电话 让他来选择三款车尾 最终小哥选择了一款 最像兰博基尼的车尾 回到车厂 车辆已经加长完毕了 马克和托尼讨论了后尾的改装细节 随后他又去了一家商场购买了车内的电子设备 工厂里车辆已经开始打磨过程 而另一边 那辆1959年的古董车 已经被他们拆得只剩个车壳 工人把车身打磨之后 将它送到喷漆车间 为他喷上了一层富豪都喜欢的绿色油漆 然后将他的轮胎都安装上 另一边 足球小哥被马丁叫来车厂 看到自己的车辆前脸 他非常满意 接着马丁把他带到车尾处 向他说明了 如果要按照兰博基尼车尾部分改装 那么可能会损失一部分的车内空间 这需要他自己选择 大概会损失两名乘客的位置 然后马丁又向他介绍了旁边的这个设计 也是和兰博基尼的车尾很像 但是这样车辆就不用损失任何空间 最终足球小哥选择了后面不损失空间的车尾 有了计划 众人开始改装车尾的步骤 而车身部分已经打磨完毕 被推进了喷漆车间 进行喷漆过程 配完之后他们把车辆玻璃都安装了上去 现在还剩下两周的时间就要交货了 现在是重点制造内饰和车尾的步骤了 他们有自己的手工缝纫车间 很快车辆的座椅就被安在了车上 改装一辆雪佛兰面包车给他加长一米 再配上兰博基尼车尾以及豪华的内饰 另一边古董车的改装也在持续进行着 他们重新为车辆更换了发动机 以及各种小零件 原本的破旧车辆现在已经改头换面 顾客来到车辆面前 看到眼前的车觉得他们修复的很棒 最终在顾客高兴的表情下 他们愉快地完成了这次改装 这是改装前后的对比 这次的改装为他们挣了将近三万美元的费用 回到面包车这里 工人正在努力地工作 一名主管却发现 后车门的胶条被他们改装时弄丢了 于是他叫来项目负责人 俩人就这件事直接吵了起来 争吵过后工人还是去储物间 找回了后门的胶条 现在的车头已经成了劳斯莱斯的样子 上面还有小金人 最终经过一个月时间的改装 马克叫来了足球小哥 他看到眼前改装后的劳斯莱斯之后 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再来到车尾 兰波基尼的车尾外观也令他非常满意 最后来到车内的空间 这里面的高端座椅 奢华的氛围灯 还有电视冰箱 以及酒杯架 和超好音质的高端音箱 看到这里 最终这名小哥愉快了和马丁握了手 这次改装完成的非常顺利 这是改装前的面包车 改装过后的样子 劳斯莱斯的前脸 蓝波基尼的后尾 以及奢华的内饰空间 小哥开着车辆 开始了试驾过程 他将车开到路上 夸张的前脸 以及超长的车身 他们四个人坐在车厢里 看着窗外 以及车内的电视 小哥觉得这次花的钱实在是太值了 而得到了这么一大笔钱之后 马丁也带上自己的车厂员工 去举行了一次足球比赛 以上就是本集视频的全部内容 喜欢这部剧的可以关注我 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